其实很多人能够走在一起 是因为不同而相互吸引 你身上有我没有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身上有你没有的 我觉得很有魅力 你们两个还真不是说 因为不同就不能走在一起 而是你们之间的感情 真的是错位的 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 在这段感情中 我倒觉得女生 你真的是没有底线 先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我这么不愿意和 长辈去多交流的一个内向的女生 我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去到她家 还要被她数落 甚至说难听的话 你哪里有底线呢 应该她这么一个善于表达的人 先去你们家呀 先给你一把底气打足了 让你有信心了 你再去他们家呀 你说你管她胖的事 她妈妈是不是都不管呢 都觉得儿子都这么大了 二十多岁了 胖瘦自己把握 健康不健康在你自己身上 你替她想得太多了 你也不是她妈呀 想得太多走得太近 就乱了方寸 我相信你对她是有好感的 但是你真的错误地 审视了这段感情 你甚至刚才说了一句话说 主持人问你说 你不舍得分开啊 你说是啊 为什么呀 因为她包容我啊 天呀 她哪里包容你啊 有的事情挺包容我的 你不要 就刚才陆琪老师说的 你只抓那个芝麻 不看西瓜 她大的事情上 在你有勇气去见长辈 关心她真正的健康问题 这些大方面 你看不到 你只看到的是细的 她可能对你 哪里好了一点点 那不是生活的根本 在一起过日子 真的是抓大放小 所以你对她的方式 其实真的是用力过多 而又太去忽略了 她身上的弱点 而男生 你在这段感情中 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你实施处处 把自己放在一个制高点 对于女朋友 对你善意的这种要求 你都不放在心上 那你是不是能够 问问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 这样走下去 是不是我们的性格 真的彼此合适 如果不能 你也放过她 也别勉强自己 好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